苏州分店还未装修完毕 就被运定了第一次晚宴 成品书店的开幕宴会 时间只剩两天 现场的状况让人堪忧 场面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肯定28号晚上 该来丁点这个时间赶不起 明天的话 我们的厨房的小建的设备 才从上海拉过来 后天就晚上出镇的镇餐 70个人的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难赶 还有一些灯 因为苏州交通管制的问题 还压在德万物流的中心 我们桌椅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让他们去办公了 必须是今天晚上再送过来 但是大货车进不了苏州 压力对刘高成来说 似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好像从我生下了一岁的时候 父母就背着我去 在那个时候盖自己的餐厅 他们是我们那边是 一个小城市来第一批做餐饮 刚刚改革开放以后 就第一批做中的中餐的这些 然后这么多年 一直是在做餐厅 我其实是在餐厅中长大 成长起来 在厨房在这里 都看到每天操作 所以你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行业的 你也看到了很多 它带给你的一些乐趣在 刘高成高中毕业后去了法国 学的是材料系 父母期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 可是刘高成知道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之前听你说你一个时候 赶俩在面皮 那确实是有过这个时候 因为我虽然记忆也是很模糊了 是五六岁的时候 我记得还是很大的那种案板 面对面就是两派人这样去赶 多有大人那个时候 都是惊戴了 你踩着板凳在案板前面 去赶战了 也是有一点点小天赋 我觉得 对 好像手脚 就虽然这么判 手脚特别灵活 特别灵活 其实有时候真的 你会觉得人生中 是有些东西去注定了 也是一些机缘上的 去散步 然后就碰到了 问了一些问题 以后他说 那能不能你去帮我们 做一些工作的翻译 我们来这边考察几天 考察西餐 因为里昂算是 法国的美食之都了 接触到了 波利波瑞的学院 波利波瑞的餐厅 真正第一次看到了 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那看到这个餐厅 它后面的厨房 是什么样 去到了他们学校里面 去参观 真正看到一个 这样一个顶级的餐饮 学校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 画面感的时候 那个画面感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真的是会让你 非常非常的 产生一种敬意 所以那个时候 你会一人决定 真的是 我以前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种种原因的话 可能是选择了妥协 或者说是不去 朝这方面去发展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的话 确实是让你 会不顾一切地去 这其实就是 我要去做的事情 我要去学的事情 今天可能是你们 在你们的职业生涯中 另外一个新的起点 对我来说也是 我们现在第一次 尝试异地地管理 异地地做 那么公司的一个大梦想 需要你们每个人的小梦想 我一样 我从西北很偏的地方 走出来 我18岁的时候 背着我自己的包 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坐飞机 去了法国 回来从一步步创业 我没有很好的家庭的背景 只因为有一个 你得坚持 我有创业失败的时候 我有坚持下来的时候 我有很难的时候 坚持下来的人 最后或多或少 都会是成功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一家好的 都美好的 其他的餐饮品牌 其实确实来美好 因为像我 因为那天说 本来说到这个时候 说他们的密室处 已经发出去请天了 但就跟他说清楚了 肯定是顶没有好 然后 有在Jackie来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 一开始谈的原因 我希望他一定要转大 你要这一生中 要做到你自己 喜欢的喜爱的工作 然后还能 还有一个喜欢的人 就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昨晚又是一个通宵 刘高成并没有等来家具 除了紧张的装修进度 晚宴的四道菜品 都由上海团队 制作半成品 在运抵苏州 刘高成为苏州分店 又请来了一位法国主厨 这个节目是小康 出品下午 就由于摇写 推荐食给的人 这就是我们作人 我有个饭 我的食品是在煤 我們會把所有食物都放在那裡 我們會把食物都放在那裡 我認為我們會把食物都放在那裡 我希望在那裡看到我們開啟 我會找到我的團隊 我可以告訴你 我會把食物都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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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明天的晚宴主菜 是否能被及時送打 讓人擔心 明天晚上就會先有一個活動 先一個季味酒會 然後一個晚餐吃食材那些什麼 都是從上海那邊運過來 因為目前這邊也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製作 緊握密鼓 對啊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今天才到 家具遲遲不見蹤影 廚師們總算收到了一部分食材 他們還要測試所有的廚房設備和器具 是否能正常變作 同樣的行音確實非常的累 主力其實我算很幸運的是 父母雖然是傳統性 但是還算是比較開明的這種 那更多的壓力是來自於我自己 可能是我就從小就是比較早 當家的那種照顧弟弟妹妹 自我的這種壓力可能會更大一些 你會覺得你承擔的這個家庭的使命感和責任 那你去做這樣的變化的話 在那個上 不管是從現實的物質這一塊來講 都覺得很貴 確實在那個時候 2001年的時候 大概一年的學費是11萬 就去學一個廚師要連續三年 這個確實對於一個普通的家庭的話 確實也算是以比較大的一筆開支 但是他是那種就是越有壓力越興奮的人 這一點我覺得很強 就像我們可能就很焦躁啊 我跟你說隨時都會有經濟 他是說好是第二批當 然後的話又是反正各種各樣的理由 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最後協商好是早上一大早進來 一大早進來 最後又說過頭歇 不行的話是拜天進哪怕罰款 然後結果去交罰 罰款就闖了闖進來 因為護牌現行嘛 我昨天晚上訂好是 今天12點以前一定來 下午一定做好 但是打電話也不接 誰打都聯繫不上 劉高成對細節的追求 讓太太俊瑤也感到壓力 實際上大家就是做三頁的話 可能還是有基本的一些規律嘛 就是給客人接觸到的是好的 但是這一點好像很難改 他會難 比如說他回去就會給我看 你看我們廚房 然後說他那個就是那個加紅色的 我說不會有客人看到那個紅色的 好 不好意思 這個編也沒有這樣說的 這是個什麼東西 喂 喂 昨天我還在問呢 問呢 明慧說問了蔡官 他說不是他們的 先說 等等 我讓他們上來 我問問他們老闆 這個東西在裡 怎麼做 稍微把它拉到現實一點 因為它會很 它是一個藝術這樣嘛 就是很理想化的 或者那個 對他自己專業的上面的東西 他是很追求那種細節啊 或者那個 但實際上 他追求那種細節是 比如說像我是做了這麼久的這個行業 但是雖然不像他們是做專業 我都不能夠發掘的 那小紅告訴我 烤盤和烤盤價都到了 但是我 你來我也沒看見 烤盤只有幾個 我覺得學校我老聽他說 就特別好 因為他以前說話接吧嘛 然後這個學校很好的就是 一直鼓勵他們去演講 就是他不僅是培養廚益嘛 就是會 那你們 其實他是一個餐飲管理 然後他就會 那你一直去散台去演講 是每個周嗎 對每周都有 其實我覺得他帶給你的東西 不光是廚 廚益其實坦白講 你在你的職業時間中 一生都是在積累學習 在發揮和在積累的一個過程 這種 永遠沒有人通過 短短的兩到三年說 能給你交回到一個什麼程度 我覺得 他給到最大的 是給到你的一個自信 你的一個職業姿態 入夜 宴會開幕已不到二十四小時 運載著家具的卡車 終於停在了樓下 這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其實生活就挺不容易的 你還要一起工作嘛 就是兩人 我們倆基本上沒有什麼 就分不開的這個事情 所以說你說誰能把情緒不淡 那也不行 然後我們倆的工作 本來就應該會有一些矛盾的 所以除了工作站中的挑戰 還有就是感情生活 生活中的這個挑戰 有時候就覺得 如果要是同事的話 他是負責那一塊的 然後你就會比較職業的看待 你就覺得算了 但是因為是老公 你有時候就覺得 真的好想掐死他 鍋子是這樣子 我們放在一個地方 裝好一個 往裡面拿 拿一個 這樣的話你就只髒一個地方 東西多不得呀 那麼多的東西 那OK你就進來 進來 你把那些進來 他就本身是一個很堅持的人 對 有時候我們吵 就好像我們每次 有一家店要開的時候 一般那個開之前 開家店 就吵 就會吵得特別厲害的 就是都會吵一次特別厲害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要開的時候 啊 氣得就離家出走 對 但是可能 反正也是因為工作吵 然後呢也是因為工作 就覺得 即便是吵了 大家還是有切換吧 不同的東西在